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有同学问我 这个自然对数的底E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还有同学问这个负力和单力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今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一起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自然对数的底 自然对数的底 其实这个数还有一个名字叫欧拉数 它一般是用字母E来表示的 这个欧拉数是怎么产生的呢 其实最开始并不是欧拉最早发现这个数的 但是是欧拉第一个用字母E来表示它的 什么是自然对数的底呢 咱们首先来算这样一个式子 就是1加上1分1的n次密 这个n是一个数字 我们比如说n等于1吧 n等于1 这个数我们打雷好可怕 我们定义这个数叫x吧 如果n等于1的话这个x等于几 等于2的1次方 它就等于2 对吧 这个很简单 如果n等于2的话这个数得几呢 是1加2分之1是2分之3 2分之3的平方 4分之9 对吧 2.25 如果n等于3呢 我们就不说n等于3吧 直接到n等于10 那这个数等于10 那这个数等于多少 等于1.1的10次方 对吧 它等于2.59 那么如果这个数n等于100呢 这个数就是1.01的100次方 我们还可以算出一个数来 这个数是2.7048 我们可以一直这样算下去 如果n趋向于一个数叫无穷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等于几呢 这个数字就等于2.718281828459045点点点 我们把这个数字就叫欧拉数1 欧拉数1 有人说那为什么用字母1来表示呢 这个也不清楚欧拉为什么用字母1来表示 有人说是因为欧拉这个名字第一个字母就是1 还有人说这个是指数的第一个字母是1 不是很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那么所谓欧拉数其实它的含义就是这样的 在n趋向于无穷的时候 1加n分之1的n次密这个数就是欧拉数了 它在工程上有很多的应用 而这个数是一个无理数也是一个超越数 那么这个数字其实至少前15位小数是很好背的 怎么背呢 咱们看首先前面叫2.7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然后1828重复两遍 1828 然后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个内角 45 90 45 你看这数是不是很好背 2.7 然后1828 1828 45 9045 所以这个数其实挺好背的 那么人们怎么样去计算这个数呢 除了我们利用定义 这个定义来算这个数以外 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利用泰勒展开来算 利用泰勒展开来算 泰勒展开怎么算呢 我们发现这个e它其实等于这么一个数 叫0的阶乘分之1 加1的阶乘分之1 加2的阶乘分之1 加3的阶乘分之1 加… 你只要算得足够多 你就可以把e算得比较准确了 那这个比刚才那种方法要更简单一点 这里边这个0的阶乘是什么意思 0的阶乘就是1 1的阶乘也是1 而2的阶乘就等于1乘2 3的阶乘就等于1乘2乘3 那我们往下也就不用说了 对吧 所以用泰勒展开式子是比较好把这个e给算出来的 好 咱们说了半天e了 那么你想说的是负利 对不对 银行存款的那个负利 那你跟这个e有什么关系呢 咱们下面来讨论一下关于负利的问题 负利 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单利 所谓单利就是一年给你 比如说利息10% 那就是一年之后给你10%的利息就完事了 那负利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负利 负利 年利是10% 并且是半年负利 年利10% 半年负利 说什么叫半年负利呢 这个含义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把半年负利存入100元 我想问问这一年之后到底要多少钱 咱们看一下 半年负利的含义就是在上半年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半的利息 一半的利息是多少 年利不是10%吗 所以一半就是5% 那上半年你的钱就会变成100再乘以1加5% 最后这个数就是105元 这就是上半年 然后你不还有下半年吗 对吧 下半年的时候 它因为是负利利滚利 所以说你的本金就变成105了 然后再乘以利息是5% 上半年下半年各5% 对吧 那么这个数你把它算出来110.25元 你会发现你本来年利是10% 对吧 但是你最后拿到了110块2毛5 你还多出了2毛5来 这就说明什么 说明负利比单利它这个获得的利息会更多一些 那么这里面这年利10% 我们就管它叫名义利率 名义利率 那么经过负利之后 你得到了10块2毛5的这个利息 这个就是实际利率 实际利率是10.25% 它会多一些 之所以这个实际利率比名义利率要高了一些 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半年复利这个事 它把一年分成了两段 对吧 这样的话你利息就会高一些 那如果我不是分两期 我是分成n期 这个公式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你分成n期的话 这公式应该是这样的 叫做pv乘以1加r除以n的n次幂等于fv 这这么一个公式 这公式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其实也不难 什么是pv呢 pv就是现在的值 比如说你存100块钱 1就是1了 这个r是什么呢 就是名义利率 名义利率 一年名义利率是多少 这个n就是期数 你分多少期 你分出一期来 那么你这个利率就要除以一个数 对不对 分出两期除以2 分出三期 每期就除以3 那为什么还有n次幂呢 显而易见呢 因为你每经过一期都要乘个1加这个利率除以n 对不对 然后最后得到f5v f5v是什么 是这个中值 就最后的这个值 最后的这个值 好了 有了这个公式之后 我们想那这个银行如果特别良心 它不是按半年期的 它是按月复利来算 那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们看 假如是月复利 月复利那就是分多少期 分12期 还是名义利率10% 我看一下最终的结果是多少 那结果就是100乘以1加上10% 0.1除以12的12次米 对吧 那最后可以拿多少钱呢 等于110.47元 你看刚才分两期的话110.25 我现在分12期 110.47元 又多了一些 对不对 有人说那我再来一个 是吧 有一种这个什么某宝 是吧 它这个叫日复利 它每一天都给你计算复利 等于说分了多少期 分了365期 分了365期 那此时它应该是1加0.1 假如10%的利率 再除以365 然后这个数再365次米 对吧 这个数得几呢 这个数我们算出来 它等于110.51元 这么一个数 我分成了365期之后 我的收益更高了 对吧 有人说那太好了 我按照这种想法 我可以把这个复利搞得更细一点 比如说我来一个秒复利 对吧 每一秒钟我都复利 或者毫秒复利 或者微秒复利 那我的这个利息是不可以无穷大呢 它不是这样的 那么像你把它分成无限多份 这种就叫连续复利 连续复利的意思就是N趋向于无穷 那么此时1加上利率除以N的N次米 它并不是无穷大 而是趋近于一个固定值 就是E的R次米 也就是说你最多只能到E的R次米这么多 其中这个E是什么 就是欧拉数2.78281828459045 那这个R就是你的利率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你把年利率10%往里带 然后你存100元 你就会发现当你出现连续利率的时候 好 你最后的中值FV应该等于多少 等于110.517.00.元 所以比刚才这个你分365天其实没有多多少 对不对 有人说那看来复利好像比单利也差不了多少 这个不是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利率R不高 如果这个利率R高 你可以试一试 比如说你如果把利率调高一点 比如说有个高利贷 它的年利率是100% 有人说100%不多 但是人跟你说了连续复利 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连续复利的话 它就会出现最终的结果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E的R次幣 一年之后变成这么高的利率 而这个数是多少 100%就是1 往里带 这个数是271.8% 所以一年之后你基本上要赔三倍的钱 所以说这个连续复利 它跟这个利率关系很大 如果这个利率比较高的话 那么连续复利就比普通利息要高出很多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那可以在西瓜视频和YouTube帐号丁路老师里关注我